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小花豆是媽媽 我是一條小花豆 我今天逛逛出生 很開心在學裏面 又來又去 不過 我不見了媽媽 不如 大家跟我一起說媽媽 咦?我聽到 阿嬰嬰的媽媽 啊,讓我問一下 阿嬰嬰先 阿嬰嬰,阿嬰嬰 你有沒有見過媽媽 阿嬰嬰,阿嬰嬰 這個媽媽呢,有了一隻 很大隻眼睛 小花豆聽到之後 她馬上問問媽媽 遊下遊下 見到一條金魚 金魚,有了一隻很大隻眼睛 那小花豆就問了 金魚,金魚 你要找我的媽媽啊 那金魚就說 不是,不是 你的媽媽呢,有白色的頭 而我呢,就沒有了 所以,我問你媽媽 小花豆很失望 她繼續找她媽媽了 遊下遊下,見到一隻蟹 蟹有白色的頭 烏龜有四隻腳 按小花豆就問了 小花豆很失望 她繼續找她媽媽了 遊下遊下 看見到一隻蟹 看見一隻蟹有四隻腳 按小花豆就問了 烏龜小姐 烏龜小姐 你是否找她媽媽啊 烏龜小姐就說了 不是,不是 你的媽媽呢,又穿著綠色的衣服 而我呢,就沒有了 所以,我沒有媽媽 小花豆很失望 她繼續找她媽媽了 遊下遊下,見到一隻青蛙喔 青蛙,由於肚子大隻眼睛 白色的肚子 四隻腳痛著綠色的衣服 小花豆就問了 青蛙,青蛙 你有甚麼媽媽啊 是呀,是呀 乖仔 我是你的媽媽啊 不過 小花豆很開心 不過小花豆有些問題 為何我和你一人呢 那青蛙媽媽就說了 其實你還是小時候 到你長大之後 你會和我一人呢 小花豆一日一日長大 過了五個月之後 小花豆真的變成青蛙喔 這個故事說完了 多謝大家 大這樣的 谢谢大家